那至於停電的部分 這一次新北市的停電算是比較大的 大概我們已經經過統計 我們整體在康瑞臺灣停電了14萬戶 那現在陸陸續續已恢復了 將近13萬戶 還有1萬多戶還沒恢復 我們已經跟臺電集體的拜託 也希望臺電能夠在今天 全力的能夠把停電的部分近視的恢復 讓人民在生活上能夠恢復了一個正常 不管是台北不管是新北 大家都是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那因為這一次的陸續倒塌 嚴重影響到交通的阻礙 確實非常嚴重 希望企業主能夠體恤 員工在上班的過程當中 因為交通的問題 就算有遲到或是單論的時間 請他們多多包容 絕對不能扣心 也不能責罵 要完全的體諒他們 我相信應該要站在這樣一個 體諒員工 那才是一個 這是一個天災 所以特別要呼籲我們的企業 一定要體財 天災所站成的散情 還有不要扣前勤獎金 前勤的獎金不要扣 因為對於一個努力的員工來講 這是最實際的 他們很努力 請不要扣前勤獎金 請不要扣 請不要扣